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22日,据西班牙媒体阿斯报报道,巴萨主教练罗纳德·科曼非常清楚,如果巴萨想在本赛季争取各项赛事的冠军头衔,那么俱乐部就需要在冬季转会市场上进行引员。 现在巴萨准备在明年1月份的转会市场上分别从里昂和曼城引进德佩和埃里克加西亚。 罗纳德·科曼担心巴萨在某些位置上只有有限的球员可以使用,荷兰教练曾尝试将布莱斯·维特放在左翼,但效果不是很好,因此罗纳德·科曼希望巴萨在即将开启的1月份东窗引进两名球员。 巴萨的目标很明确,现在巴萨看中的球员分别是埃里克·加西亚和德佩,两名球员的合同都将在明年6月到期,并且在10天之内,巴萨就能与他们进行谈判,这样他们还可能在明年6月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加盟。 但是,巴萨更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1月份东窗就可以来到球队,这可以立竿见影地加强巴萨的阵容。 出于对合同到期后,球员自由身离队的恐惧,李昂准备将德佩推向转会市场。 因此,据报道,李昂俱乐部愿意在1月份以5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他们的球星,谁愿意出这笔转会费,谁就会有机会得到荷兰人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李昂于2017年以1600万欧元的转会费,从曼联手中,引进了德佩。 去年夏天,李昂对德佩的要价2500万欧元。 本赛季到目前为止,德佩各项赛事代表李昂共参加了15场比赛,并打入7球。 埃里克·加西亚也是非常吸引巴萨的一名球员。 在去年夏天,巴萨无法满足漫长对于西班牙星星的转会要求。 因为曼城知道,埃里克·加西亚本人不愿意与球队许约,因此曼城降低了对埃里克·加西亚的转会要价。 巴萨将在1月东窗开始尝试与曼城进行转会谈判,并且巴萨有信心在明年1月份与埃里克·加西亚达成转会协议。 罗纳德·科曼急需他加强巴萨的防守,西班牙裹脚的到来将补强巴萨的实力。 这样俱乐部,就有机会,争夺各项赛事的冠军头衔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